目前保护状态 然后在教育里面也是会有密码 这个当然状态 我们如果要动态的把它清除 动态的加保护 不过你会发现他好像会闪一下下 但是应该也不影响 因为应该不至于人家会在那一短瞬间 就马上把那个画面 应该影响不大 OK 好那这样来的话 不过其实如果说你要让他 不要闪动的话不要跳出也是有方法 有一个叫什么 Active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你等于False 就是不要让画面更新 他那个里面东西就不会闪动 这个后面我们还在提到 那另外的话 就是记得把那个开发人员Visual Basic里面 在这个保护记得按右键 属性里面的话记得就是把这个打勾 然后 这样子的话里面的密码 如果他不知道也看不到里面的程式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其他的练习 你就会把它关一下 接下来请各位 把这一题关掉之后 再帮我开启另外一个范例叫黑名单筛选 那这个黑名单筛选的话 这也是之前有一位同学 他每天工作的内容 他就每天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去找什么 找 就是他要查的这些名单 可能是他的网络注册的会员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那他要知道说这些名单 是不是在黑名单里面 其实 现在OK很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老板要知道说 到底这个人他进来是不是 他登录的账号是不是 就是黑名单里面 如果是当然就不要 不要让他怎么样 不要让他注册为会员 或者其实还蛮多的 像之前什么航空公司 不是有一个什么 OK他不是 搭飞机要那个 空姐帮他擦屁股那个 OK 那身体居下 那当然其实你 前面就应该把他挡下来 不然的话衍生问题很多 OK 所以黑名单还蛮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以前是以客为尊 不过现在好像因为 很多真的是OK 蛮多的 所以如果他这个人 你就第一时间就把他挡下 或网站里面也是一样 那可是问题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两个范围的资料做比对 所以以后呢 黑名单其实类似说 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范围 你要做比对的话 那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做 那怎么样去两个 假设啦 我们要比对的是黑名单 这个是Ctrl向下 有两万多个黑名单 OK 那我要比对的范围在前面 就是这一个他是不是黑名单 OK 这个人是不是黑名单 那如果是的话呢 最后请你把黑名单的结果 帮我把它列在这边 也就是说看一下这边的查询名单 有几个是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你帮我把结果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给我一个清单 也让我知道一下 所以每天可能 他的工作就是要给老板知道说 哪些注册会里面是黑名单的 就把它剔除掉 可是他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他每天都涂法链钢 所以他以前怎么做 我记得他好像跟我讲说他这边Ctrl C 有没有 然后Ctrl C之后过去之后的话 你这边先 他这边Ctrl C之后 他好像切到这边 然后Ctrl F Ctrl F贴上Ctrl V 然后再寻找看 全部寻找 找到了 然后黑名单 可是问题他每天这样做 他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 我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提示一下 这边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到一个函数 叫做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需要用到统计类的函数 统计类里面有个函数 叫做 Ctrl Ctrl OK 其中Ctrl 很快可以做完了 好 那怎么做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黑名单筛选 就是两个范围比对 结果到底有没有 马上会有结果 那不过讲这个之前的话 顺便切到那个 我们 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 Sumif Sum函数 旁边还有Count 那这边的话 顺便先讲一下 Count的相关函数 Countif 其实是Count的相关函数 里面的一个 那Count的相关函数 能做什么 比如说呢 我这个范围里面 我想知道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 什么呢 几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要分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几个是数字 那几个是有资料 有资料就是有什么文 这个这个字串 TrueFalse也算 然后有几个是空白的 OK 然后最后的话是几个是大于30的 如果数字 但而且是大于30的 所以呢 第一个 如果你要了解 这刚刚几个问题的话 你只要知道 统计类里面 会有一个 类别 就是叫Count 它不会放一起 不过你往下找 Count 其实这边会告诉你 计算范围中 包含数字的出生格数目 所以Count是算 如果出生格里面是数字 那就帮你加1 加1 看有几个 第二个是Count A是 包含非空白出生格 非空白 Count Count Blank是空白 Count if是算逻辑 所以刚刚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就刚好这四个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Count 按确定 先给它范围 哪个范围呢 这个范围给它一下 跟他讲 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有几个 按确定 53个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用什么 刚刚提过的Count A 里面有资料的有几个 所以用Count A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给它 当然它不只可以算一个范围 你可以很多个范围 59个 所以你会发现 里面呢 有就是有资料的有59个 也就是说其中59减掉53 有6个 等于有6个其实就非数字 所以如果你要非数字的话 你只要把CountA的结果 减掉Count 那就是非数字的数量 然后CountBlank就是里面的 那个什么空白的 那如果想知道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空白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范围给它 还跟我讲 里面有7个 那如果想知道这个范围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30的 大于30的 那我就想把这个范围给它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Creative 就跟那个CountBee 蛮像的 大于30 移开它会帮你加前后双以后 像这样 OK 按确定 7个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 数字是大于30的 就会有7个 那我们黑名单才选 会用到的就是CountBee 那CountBee怎么用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大概有几个重点 1 切到这边 那如果说我要 找它 有没有在这边出现的话 很简单 插入函数 利用刚刚最近使用过的CountBee Range的话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黑名单的范围 那你们这边就要 这边选的话 记得哦 游标先选这一个 然后当然你不要傻傻的往下选 我建议你可以用什么 游标先放A1 所以我画A2 对不对 到最下面就是按什么 Countl Shift 向下 这样就OK了 特别说 好 千万不要用那个 拉的哦 不然你要拉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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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过头哦 OK好 这个意思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1没有信价 如果有的话就1 没有的话就0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有没有1找到一个确定 那底下的话怎么查呢 很简单 查完一个之后快速点两下就好了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就是 把这个范围 不过范围要固定嘛 所以记得把这个锁起来 他怎么这么慢 出来了 那为什么他长这样 1 解析度关系 再打购一下 那可能是 这个应该是残饮 这可能是解析度关系 这没关系 先不 快速点两下 不过点两下之前记得 这个范围记得什么 把它锁起来 F4 其实锁列就可以了 打勾一下 好 向下填满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里面呢 如果是1的话 那表示是黑名单 0的话呢 表示非黑名单 所以如果说我希望呢 留下黑名单 最后你可以再把游标放B1 利用资料里面有一个功能 筛选 筛选 不知道哥们没用过这个筛选 这筛选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某些资料留下来 把某些资料不显示的话 你可以再利用筛选 但记得游标放B1 然后呢 你就筛选之后的话呢 这边会出现一个箭头 你就把这里面 1的部分留下来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一一留下来 那你可以把 留下来的部分呢 游标放A2 Ctrl-C的向下 Ctrl-C 做什么呢 切到查询结果 的A1贴上就好了 你工作就结束了 OK 记得最后再回到查询名单里面 把筛选恢复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等于是说呢 我们最后查的结果呢 他就会把它摆在这边 总共会有27个清单 是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应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说我做的稍微快一点点 那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就把它变VBA 先按下去 前面更新的 后面的查询清单又出现 所以你每天工作按一下 清单就出现了 多好啊 对不对 如果 他如果不会这些方法的话 他每天都要再来一次 我花非常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 他说他每天光弄这些东西 他就花非常多时间 但是 会方法跟不会方法 结果是不一样 所以最后的话 最好是什么 你可以在旁边这边加一个清除吧 然后再按一下 假设前面更新 后面又 马上又有个结果出来的话 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重点回顾 一把那个我们的数学函数范例的count 这边是数学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字 这个是有资料没资料跟大于30 然后再来就是黑名单筛权 好 试一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